Hello 大家好 我是梁海元 谢谢 我们今天来聊钱 我觉得人的金钱观都是 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形成的 就如果你的父母一直给你灌输 就从小灌输说我们很缺钱这种观念 因为有可能长大以后 就不管你赚多少钱 你心里面依然会觉得自己很缺钱 就我小的时候我真的花家里钱 太有愧疚感了 就是如果我看到 邻居家的小孩在吃雪糕 我是不敢跟我的父母说 我也要吃雪糕的 因为我觉得我一旦我也要吃雪糕的话 我们家就要破产了 我一旦破产 全家就要露宿街头了 然后我妈就会一边带着我在街上游荡 一边骂我 叫你吃雪糕 现在我们全家只能出来要饭了 所以我从很小我就知道 当你全家需要出去要饭的时候 没有一片雪糕是无辜的 哇 这么早餐啊 所以我说 王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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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苏给的 给灯给的很熟 就我妈经常跟我说 赚钱很难的 你不要乱花钱 然后我问我妈说 那什么是乱花钱 我妈说只要花钱就是乱花钱 我妈作为一个女人 如果她是马云的目标客户的话 马云的公司可能根本就干不起来 因为我妈会让马云知道 天下全是难做的生意 就李佳琪遇到我妈 肯定也会束手无策 她也只能说 Oh my god 这也太难卖了吧 就我妈真的很神奇 就是她不管花多少钱 她都能花出心痛的感觉 就她特别不理解 矿泉水这个东西在世界上的存在 就这个水跟家里的水 有什么不一样啊 为什么不在家里喝够了再出来啊 这个地球70%都是水 放着这么多水资源 不用你偏偏要花两块钱 再买一瓶水 所以有一次我跟我妈上街 她是在家里喝够了再出来的 结果光上厕所就花了五块钱 我妈真的伤心欲绝 跟我说城市套路也太深了 我要回农村 就我爸是家里管钱的 但是他也不敢乱花 因为谁花钱 谁就是我妈的仇人 有一次我爸突发起想 带我去吃了一个炸鸡 然后他还跟我说 你不要跟你妈知道啊 如果你妈知道以后 我们以后就再也吃不了炸鸡了 你们能想象那个画面吗 就是一个中年男人 带着自己的儿子 只是吃了一顿炸鸡 却像出轨一样 怕被自己的老婆发现 我当时我真的是一边吃炸鸡 一边很担心我妈真的来抓我 然后有一次真的被我妈发现了 然后她马上就跟我爸大吵大闹 就像美人鱼里面的张雨琪一样 就破口大骂 我每天在家辛辛苦苦给你们做饭 你们却出来吃一只鸡 这个挺好笑的 相信你们自己 气氛到她那儿就变得特别奇怪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观众突然就冷静了起来 好像 我真的受够了这种不能花钱的感觉 不就是钱吗 我觉得我经济独立以后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 我就是要胡乱花钱 我就是要乱花钱 拼命花钱 我要报复性的花钱 我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要成为一个花花公子 我真的成为花花公子以后 我觉得我终于摆脱了缺钱的感觉 我该吃的是该买的买 我觉得我终于缓解了 我心里面缺钱的那种感觉 我这两年 我甚至还开始了 养猫种奢侈的行为 而且我是自己花钱买的猫 我不是领养的猫 我就不要领养 我要用购买代替领养 而且我对猫特别大方 我给它买很多东西 我给它买玩具 我给它吃零食 我给它吃炸鸡 喝矿泉水 我就要给它最好的 我让它去跟别人攀比 后来有一次 我带它去了一趟医院 然后我发现 我也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样子 真的 我给你们 就是如果你们以后要养猫的话 我给你们一个建议 就是还是要尽量 买贵一点的那种猫 因为便宜的猫 你带它去一趟医院 很容易它的医疗费 就会超过它的身价 然后这个时候 你就会陷入一个道德的困境 因为医生跟你说 这次医疗费要四千块钱 然后你就会很纠结 四千块钱 可是我的猫只值三千块钱 医生 要不这个猫我就不要了吧 就真的 你真的会想 就是明明四千块钱 我可以再买一个健康的 好看的同样可爱的猫 对吧 当然你不会这么去做 因为你跟他已经有感情了嘛 可是感情这个东西 你们爸妈跟你们吹婚的时候 也说得非常明白 感情都是可以慢慢培养的 然后我们从医院回来以后 我也开始教育我的猫说 以后你不要乱花钱了 赚钱真的很难了 你知道吗 你现在的身价 已经是七千块钱了 好谢谢大家 我是杨元 谢谢